從放榜的結果看到 果然有許多的改變 最明顯的我們該也提到高職變行了 因為高職免學費的政策 讓考生選田高職的意願 是大大的增加 像是基北區的考生 以高職作為第一志願 而且錄取的學生就有超過九成 今年國家第一次免試入學放榜 競爭最激烈的基北區 共有六萬兩千多名考生 展現超高的錄取率達到了 百分之九十四點零九 但還是有三千零三人落榜 台北市教育局預估 會有一萬八到兩萬五千名考生 去考特招 這個三千餘人的部分 將近五成是因為選田志願過少 那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單 就是可能是比較照 原來傳統的排序去填志願 那可能就造成 就是再加上志願選田過少 那就會造成未錄取的狀況 以第一志願錄取的考生 共有六成以上 以前三志願錄取的則超過八成 都高於全國的平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以高職作為第一志願 且錄取的學生有超過九成 可見有慢慢的再打破過去先高中再高職的思維 另外教育部也行文鼓勵各國中的校長和老師 積極輔導學生進入 以免錄取的學校就讀 希望大家可以以免就定位 教育部是發文到各縣市政府 那要求我們一定要轉發到各校去 你的學校 是不是自己覺得有適性 或說有沒有適合 我覺得這應該是叫做判斷 以免要不要就定位的依據 這次以免錄取率超高 是不是因為超而比序中 志願序會扣分 導致學生保守填志願 而有了超高的錄取率 教育局認為學生是適性選填志願 政策達成 因為有多次的試模擬 所以學生在學校輔導之下 可能也對於這個機制是比較熟悉的 所以可能當成員出來之後 他們就比較知道怎麼樣來做一個適當的選填 但明明當時填志願時因為資訊不足 志願序會扣分 學生和家長抱怨連連 實在讓人懷疑是不是教育局不了解學生的狀況 只不過放版基北區的高路取率 也讓北市教育局變得信心十足